有什麽感覺? 前後,人生的歷史 耶穌,當他變成人 人生的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 前後,什麼改變? 所以我要講到就是在這個 這個神子還沒道成肉身之前 跟道成肉身之後 那這個歷史有什麽不一樣呢? 人性之前的基督他會有 他沒有真正的成熟 因為他是 他是一個肉身的 肉身的基督 那他成為神子之後 他是變成是一個神子 人性跟神性 變成有區別 你說他還沒道成肉身的時候 他是不成熟的 他是一個人性的部分 還沒道成肉身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要先把你的話意識搞懂 我才能翻譯啊 就是人性的部分 之前就是人性的部分 之前他還沒道成肉身有人性 他沒道成肉身就會有人性 那他沒道成肉身就會有人性 就是神性 就是神性 就是神的性 對我還是搞不懂 對我還是搞不懂 你你講的根本 你的問題本身就是有一個很大衝突 那你覺得就是 神子還沒道成肉身跟道成肉身之後 这个